闻 闻着 闻名信手也 听到这个名号 身心不宜 欢喜接受 一民居万等 真真不容易 一个名号 能居足万等 万等是什么意思 这一个名号 可以代表 摄方三世 一切祝佛的名号 念这个名号 就等于 念了摄方三世 一切祝佛的名号 这是居足万佛 是万不行的 无量无边 一切祝福如来 名号 都在这阿弥陀佛名号之中 那么在摄佛法 一切祝佛如来 首摄 一切法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 乃至于 三句 境界 三句 无量三味 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 四首 名句万得了 念这一句佛 就一切 统统念到了 一样都没楼失 我们真正 搞清楚 搞明白 能不念佛吗 那万得里头 包不包括 其他宗教 道教里面 讲的太上老君 讲的玉皇大帝 基督教里面的上帝 伊斯兰教的真主 在不在里面 全在里面 全宇宙 包括 尽的 一句名号 同包括 这一句名号 用公敬心灵 用亲近心灵 用真诚心灵 于是我们才体会到 为什么念一生佛 能消 八万一切 生死 中罪 名号 公德 不可思议 无法想象 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我相信你念佛 决定是分秒必准 你不会轻易放过 一秒钟 一秒钟 可以念一生佛 你把它放弃了 这一秒钟 可惜了 真的是分秒必准 一切时 一切处 心上念佛 心里有佛 口里要看周边环境 周边环境里有不相信的人 不愿意听的人 则不要开口 心里头默念 让心中佛号念念相续 真念佛人 深圣佛号跟阿弥陀佛相应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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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